喜欢吃啥鸡的你一定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你准备独自享受面前的全家桶时 总会有人不合时宜的给你发来消息 烧一分神 几只罪恶之手就会瞬间教你应该如何做人 怎么破 锐的火鸡全家桶 亮大光宝将是你的不二选择 火鸡的传统做法跟它的长相 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独一无二 但是我这次想烤一个不太一样的火鸡 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就喜欢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所以咱们这次尽量把火鸡烤的能多复杂 这是一只7公斤的智力火鸡 可能镜头里大家看不出来它都有多大 我把它的翅膀拿起来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再次成功了 这一碗 非常满意 很满意 后边还有一个比这个还很大 大家看看那块风味怎么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给我的这个感觉 不亚于上一期的那个 美啊 恭喜老锐再次成功啊 肚子三两条料烤箱俩点睡觉 不管你装盘多么好看 这哥们笑的多么灿烂 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不好吃 那么炸火鸡能不能开创一条新路呢 不知道 大葱胡萝卜西芹小葱切段 洋葱切块扎几个丁香 准备一个大桶15升水配750克盐 把刚刚切好的辅料丢进去 火鸡不管是烤还是炸 这么大的个头 不用卤水浸泡腌制的话 评论弹幕肯定都是三个字 不入味 不过我估计现在弹幕最多 也就变成另外三个字 不咸吗 别怕 反正也不是你们吃 哦 嘿嘿 腌制好的火鸡 我把鸡腿和鸡翅分切真空包装 65度水温低温慢煮6个小时 蘸干表面的水分 放在一边晾干30分钟 鸡胸肉不需要慢煮 直接切块 裹上面糊 我们做超大的鸡米花 为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概念 这是一个50公分的大磁盘 装了满满一盘子 接下来就是我们RST Race Fried Turkey的装桶环节 十二三斤开始 等一下味道我们再说 来欢迎加盟老锐的火鸡全家桶 我知道大家肯定现在第一反应是 我肯定会拿一个火鸡腿来吃吧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里面最好吃的是哪一个部位 就是用火鸡胸做的鸡米花 特别好吃 真的 这个火鸡这个肉 基本上来说 绝大部分情况下 都怎么做都难吃 但是你如果用这个卤水浸泡锅了以后 然后把它炸到合适的程度的时候 里边全是汁 然后非常的好吃 很香 包括我们其实 现在当然拍完节目 说话有点凉了 我和阿伟刚才 我们刚炸出来的时候 那个火鸡腿里边全都是汁 特别的香 所有的那个料 香料 还有汁水那个味道 全部都进到火鸡里边去了 这个是非常棒的 另外我知道肯定很多小伙伴会觉得 老任你弄这个东西有点无厘头 感觉毫无意义这个视频 其实你想一下 不一定是这样的 你说这个东西 比如说咱们小小伙伴 有自己想开店的 想做餐饮的 那你在旅游区 或者你像厦门这种旅游城市 像我们曾所安那边 或者中山路这种步行街什么的 你弄一档口 你在外摆上炸火鸡腿 先低温慢煮再去炸火鸡腿 你想这个噱头很足 是不是 人家都是比如说最多你可能也见过去烤火鸡腿 那种半成品 但是你要现做的没有 是不是 而且说实话这个东西真心好吃 这东西真的很好吃 我们从一开始炸完了 我们这个鸡米花已经吃了不少了 很香的 火鸡腿我还没来得及 我尝一口 这个东西是多少钱来的 迪士尼是88一个是吧 你想想 你旅游区你也来这个 完美啊 这样拿就能吃很满足啊 你看这 这大鸡翅嘛 我先把它放下我拿不动了 这大鸡翅嘛 你说你这 对不对 人家从你店里拿走了以后 你在哪个鸡翅上肯 这是皇家伙重大个鸡翅子 不代替 是不是 你别我知道 兄弟们 你别以为是我点给你们开玩笑 我 老魏做的那个 红油熟成的牛肉 现在已经有牛排店开始做了 就我们现在这个泰安的网友 十二师傅说的 他有朋友开牛排店的 也已经开始做这个红油熟成了 这就说明老魏做的这些东西 看似无厉头 其实你只要抓准了 都是伤机 有了我们RFD的加持 你就再怎么愣神 怎么玩手机 这里边都不可能被你的损友们吃完 是不是 他吃着一个腿至少要花15分钟的时间 我跟你讲 绝对不会出现开头那一部分 他电影手机回头没了 不可能 管够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吧 好 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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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